嬴政实在无法理解 自己的母亲堂堂监国太后 怎么就为了一个太监连命都不要 他刚想刨哥问底 母亲却倒打一趴 指责嬴政是为了夺权 才见烙矮向自己示威 想赶我走就直说 我也离开欠阳 夺你远远的 省得你看我这甘权宫里的一切 都不顺眼 赵姬的这波操作成功转移了嬴政的注意力 而他真正的目的 则是为了掩盖一个惊天大秘密 赵姬不但悄悄养了烙矮这个假太监 还跟他生下了两个孩子 每次嬴政来看他 他都会把孩子藏起来 都出去 烙矮刚要离开 却突然发现地上还有个布偶 如果被嬴政看见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他赶紧挡在布偶前面 与此同时 嬴政也注意到了烙矮的奇怪举动 问他怎么还不走 大王与太后 这些还有什么不能让臣听的 烙矮故意激怒嬴政 趁着求饶的机会 悄悄把布偶藏了起来 这才逃过一劫 可没过多久 烙矮就听说自己的秘密 很可能被李斯发现了 随时都有可能爆雷 为了让李斯永远闭嘴 烙矮故意让他出使楚国 然后再派刺客灭口 定做成我楚人所为 怒 可就在刺客准备动手的时候 春深军黄蝎恰好路过 一下车就被一群蒙面人围住 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 就被捧成了马蜂窝 眼看示威越来越多 烙矮这拨人只好暂时取消行动 等夜深人静 再截住李斯的马车 马车一停 李斯赶紧下车逃命 可还没跑两步 就又被刺客追上 虽然李斯也有配件 但在他手里 充其量也就是个摆设 关键时刻 李信飞马赶到 一个突进开启狂暴模式 转眼就解决了所有刺客 老矮眼看刺杀破产 却依然不知收敛 连关内侯都不放在眼里 直到打猎时遇到刺客 差点丢了性命 老矮才知道害怕 为了弄清楚刺客的来历 老矮找到了 咸阳城里最大的情报交易所 揪着老板就是一顿套揍 逼老板说出刺杀自己的主谋 几个马仔轮番上阵 玩起了盲射小游戏 每次开局都会随机消耗一个倒霉道 眼看这几个玩意儿 可是真不把人命当回事 老板只好胡乱照顾 关内侯 关内侯 老矮也真是胆大包天 连关内侯都敢抓起来审问 气得丞相和宗室代表 一块来找他要人 赶紧把关内侯叫出来 否则到了朝上 谁也保不了你 朝上 这就是朝上啊 大齐哪件事情 不是由我常信侯和闻信侯决定的 反了你 目无大王目无太后 大王听相王的 太后听我的 老矮已经彻底飘了 不但笑话丞相胆小 大王懦弱 连盈姓宗亲都转着圈地骂了一顿 我就打他们 让他们知道 我常信侯的威风 乌言乱语 找死 幸亏丞相从中调和 才把局面控制住 老矮也总算耍够了威风 答应放人 可仨人刚到大狱 就发现关内侯已经被打死了 迎戏悲痛万分 当场撂下狠话 老矮 我要是不灭了你 我就不是人戏 想灭我 你做梦去吧 来吧 好